对于罢劫团体以违反国安法第21条作为罢劫理由 事实上台湾的国安法总共只有10条 根本就没有第21条 反倒是港版的国安法有第21条 现在罢劫团体跟国民党撇清说 是比误啦 他们说的是台湾的国安法第21条才对 中选会他只能受理及勘载罢免提议人所提出来的案子 也就是依据罢劫团体自己提供的原文刊载 那到目前为止罢劫案的提议领先人 他也没有向中选会更改罢免理由书的内容 我们可以从港版国安法第21条的文字 跟罢劫理由书中指控框接 违法介入港报进行物资募集 违反国安法第21条 两者做对比可以发现有高度的相似性 也难怪网路上有人说 像这种的罢免理由 可以拿周星驰电影的一句台词来说 根本就是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 我们第一次听到拿中国的法律来罢免台湾的议员 连江启臣都公开支持这种荒谬的罢免 真的是荒谬荒谬荒谬 如果用支持香港 违反港版国安法作为理由 来罢免台湾的民意代表 我们想请问江启臣主席 你自己不是也认同香港吗 你认同挺香港而被罢免吗 难道你也符合被罢免的条件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